小米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之一 一直致力于通过创新提升用户体验 并始终坚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这种信念引导我们进入了汽车行业 并推出了新款电动车小米苏7 我们使用了Google的开源UI工具包Flutter 它能够为移动端、网页端和桌面端 构建精美的原生编译应用 打造了一款车载配套应用 旨在增强驾驶体验 并与汽车的高级功能无缝集成 小米汽车的应用程序提供了一整套功能 包括远程车辆控制、接收车辆状态的实时更新等 该应用程序会支持小米未来推出的更多车型 因为我们知道 让每位用户能够同时 且以同样高质量的方式 访问所有核心功能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意识到 我们要探索跨平台框片 小米汽车后排可以悬挂派的 安装我们另外一款小米汽车拓展屏APP 同样使用了Flutter进行开发 幸运的是 小米的几个团队已经再使用Flutter来交付应用程序了 比如天心银行应用程序 因此我们很快就召集了一只小而强大的工程式团队开始开发 我们发现上手Flutter非常容易并且进展迅速 通过Flutter我们实现了卓越的开发效率 我们预估比使用原生框架的效率要高60% 这要归功于热重载等功能 使我们能够快速迭代 并赋予了设计师们实现创意的力量 通过Flutter的卓越性能和高度可定制的UI组件 我们在iOS和安卓平台上 很快交付了一致且出色的用户体验 与汽车的设计美学相得益彰 运用Flutter取得的成果让我们感到振奋 我们期待进一步扩展移动应用开发的边界 我们对创新的承诺结合Flutter的力量 将继续推动我们前进 为用户打造颠覆性的体验